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信疫情之下大家一定闷得爆了 其实之前有航空公司推出了Vacation活动 现在又有本地的旅行者推出了主题式的Vacation活动 那我现在就带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活动有什么玩 那我就打完check-in了 但记住要带上passport 我没见过这么刺激的机场 其实香港飞香港的机会真的很难得 所以除了这张机票很值得留念之外 在Bording Gate这个牌子也很值得来拍照 这次的主题Vacation 其实是跟了宫崎苑和陆沿岛的观光局合作的 所以我们拿到的礼物 除了有旅行社送的礼物 还有两个愿送的礼物 上了机场大概20分钟左右 它就会开始有些问题 主要都是问一些关于日本的问题 然后就开始去找Bingo 我就看到港珠澳大 其实真的超级无力气场 那最后你们就成功Bingo了 赢了Bingo 赢了什么礼物 赢了三千元 都挺有趣的 这么久没坐飞机就坐飞机 坐飞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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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希望他会去兜香港岛 但是他兜那边 其实看不到香港岛的中环 或者看大寒 其实很多人都说 Vacation 飞香港 会不会很无聊 其实我又觉得 这次的体验是挺难得的 虽然今天天气一般 因为有很多云 我看不到很多 就是了陷不了香港的景色 但是问题是因为 今次的气氛做得挺好 有Bingo玩 整个体验都很难忘的 除了今次这个 关于宫崎縣 和六亿岛的Vacation之外 其实来的旅行社 都会推出 其他日本縣的主题Vacation 大家可以密切留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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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